两颈椅子操 最后一个叫做自己按摩自己的肩颈穴 可是我不是说吗 肩颈穴是这么深的位置 只有用这个顶式图 才看得到肩颈穴这么深的位置 传统的肩颈穴的讲法不太一样 都显得点得太后面一点 事实上它是这么深的地方才叫做颈 那这个该要怎么 有没有可能自己按得到 如果你的腕肘肩都逐渐松了 松到什么地步 松到连这样都扣得起来 这里面的后上继续都按得到了 请注意哦 这是肩颈骨跟肛骨 还有下臂的通通都松掉了嘛 松到这个地步 其实你背后的一条条的肌肉都可以松了 这是进入背部的第一层肌肉 来请看我现在的动作 如果它腕到肘到肩都逐渐松了 松到什么地步啊 松到像它一样 像它一样看到吗 这两只手都可以扣得起来了 如果透过自己不断地叫做背部拨筋法 来距离远一点看一下我这个工作 如果常常懂得自我捞 自己去捞肋骨 从侧面由远端慢慢捞到近端 从下端慢慢捞到上端 逐渐捞逐渐捞捞捞久的 真的是可能点得到刚刚说的肩颈靴 右手拨肩颈 左手拨背后 一边在改善肩颈之间 一边在改善背部的肌肉 你会发现你自己会越拉越高 越挫越高 越挫越高 高到一定程度的时候 它就真的可能点得到肩颈穴了 恭喜Fear 后扣腿 几乎蛮自在地提到做骨了 再看看它的后上GG师已经松了 一再强调这个后上GG要拨得到的重要条件 就是你看到两边都拨得到了 来 后上GG送得了了 这真的距离任多吗 要全通就是不远了 来 为什么打格 这个是第七跟乐谷下的格关 这是格书 接下来这是第七胸椎下的智阳 越动越自在了 越动越自在了 刚刚才说 中可以跟Fear交出一张成绩单 应该是期末考 再下来恐怕就是毕业考了 什么毕业考 任督二脉全通的毕业考 来 这个尾骨肌 左右两端都松了 要了 哇 哇 哇 恭喜 恭喜